火氣更大的還有新北市永和發生了一起公車砍員事件 一名江姓男子因為搭乘254路公車 在永元路準備下車時 被一名林姓乘客擋住他的路 雙方爆發口角 這江姓男子一氣之下 竟然是拿水果刀刺上對方 造成林姓男子受傷 公車才剛關上門準備離開停靠站 車向後方突然喘出尖叫 乘客嚇得連忙後退一名男子手上拿著水果刀 揮向另一名乘客 司機連忙開往警局通知其他乘客 報警抓人 司機乘客連手把持刀的江姓男子團團圍住 不讓他有機會逃離 警方趕到現場在嫌犯身上 還搜出另一把攬拨刀 接下來為什麼會有兩把刀 你會覺得對不起被害人嗎 加害人他要下車的時候 就是這個被害人被擋到他的下車的路線 兩個人有一個退縮的狀態 才導致說這個加害人拿那個小刀水果刀刺上他 不滿前方林姓乘客擋住他的下車去路 一號晚間八點多 將近男子和對方在公車上發生口角 最後竟然砍傷對方 警方問他為什麼隨身帶兩把刀 他自稱是珠寶商常攜帶貴重珠寶才會帶刀放生 因為他要下車按了下車鈴 鈴姓男子卻不讓他過 一時氣憤才會拿刀砍人 警方訊後依殺人未遂違反槍炮彈藥管制條例 將將姓男子移送 不循正當途徑解決糾紛 量成大錯後果得自己承擔 幾閘公雅麥羅利雲新北市參觀到